要不然我今天的妆就白白下了 嗨 对今天刚刚排练完 明天早上十点钟就要排练 太可怕了 但是我今天我本来就想着要给你们直播 所以我今天睡了觉起来之后 我才化着妆 然后就啥也没干 我觉得我这个妆 如果不给大家直播个十分钟 我会觉得我的人生 就是说浪费了 现在就是说困过境了 室友是谁你们猜啊 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你伪装一下 好你们猜这是谁 我的刘海今天就是说真的很寒 再配上这个泪滴 啊不对 这个什么汗水 整个人就是说 喝开 哎呀 这样很不舒服 没有好舒服的直播角度 不是啊 这是一个夹子 我之前买了很久了 但是它到今到前两天才送到 要不然我早就可以戴上了 在它刚刚火的时候我就买了 结果到了前两天才送到 都已经都已经过时了 就是说 今天我们不是去看那个什么 太阳马戏团的演出 我真的全程 我就这么 我就是这样子看的 我嘴巴就没合拢过 绝了 好牛啊 可以说是 飞檐走壁 他们的就是演出的演员 谢谢奶茶 整个就是很牛 真的很牛 什么我自己睡觉 我刚刚都说了 我有室友 我的室友他现在比较疲惫 谢谢奶茶 这样子就会看起来很阴阳怪气 谢谢root不至于送到全炸 拿出魔法棒 我要让世界变漂亮 我要让星星都发光 把每个角落漂亮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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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繁殖标送的全炸 拿出魔法棒 我要让世界变漂亮 我要让星星都发光 把每个角落 说实话我还得吃个饭 因为我没吃晚饭 但是我真的觉得 我这个妆 要是不给大家直播十分钟 我会觉得我的人生 都失去了意义 对啊 我点了外卖了 刚刚吃了一些 我今天到了酒店之后 他们不是握手吗 然后我们就可以睡觉 然后我就 就昏睡了一下午 直到段旋回来 然后就去看那个马戏了 他那个马戏里头也不能吃饭 不能吃东西 就还挺严格的 那个场地 我刚刚吃了 蹭了一点别人的 马戏真的老牛了 他们那个臂力 就是 他有一个是 他有一段是 类似于 怎么说的 怎么形容的 就是 只有一根管子 然后 就是在上面 爬上爬下的 然后 中间有一段 他就是靠他那个手 一整个人 就是飞起来了 整个 整个身体是飞起来的 然后 只靠一个手 支撑在那个管子上 然后 我当时以为 他们都 掉了微牙 结果 发现 没有掉微牙 我就觉得 哇 保牛了 我 我 我上台了呀 哈哈 卡在门上 咋了 卡在门上啊 那我两半呗 你去吧 跟他们 享受一下 黑暗里的时光 你们又打什么问号 不想与我 感觉是 享受一下 黑暗里的时光吗 对 因为我们 只有一张 方卡 什么鞋 在那个 衣柜里头 我以为 你问我 你的鞋在哪 谢谢奶茶 旁边 旁边 旁边是傻 傻 说实话 就最近吧 就今年 Top16这一系列 拍MV 还有巡演 排练什么的 让我有种 真的是有种 修行的感觉 非常地 严格 不过 那个舞台 就明天的 那个剧场 就是 那个舞台 真的老大了 有一种 演唱会的感觉 而且 其实 人家 要是你们 看过 那个 那个秀 那个秀 叫X秀 就会知道 真的 他的道具啊 他的调度 什么的 好牛啊 但是 我们好像 并用不了 那么多 就用不上 还蛮可惜的 不过 真要让我 搞 我也不敢 很惊险 干嘛 就真要让我 让我 搁那 在天上 飞 在 在 在那个上面 我也不敢 不知道你们 椅子转不转 反正我 今天是转了 他那个秀 还挺 设计的 还挺好的 就是 他那个场馆很大 然后他同时 两边 会在上 同时在演 一边是演 女主角 那边的故事线 然后一边是演 男主那边的故事线 然后中间 有一段是 他两个 就相当于 折叠过来 然后我们就能看到 对面的那些 观众 当时第一眼 我以为 对面是镜子 然后后面才发现 真的那边 还有一半的 就是座位 本来都觉得 已经很大 后面他 并起来之后 发现真的是 巨大无比 就是说 本来 在看 男主那边的 故事线 我们就说 为什么不能让我们 看女主那边 不知道明天 你们会不会转 挺好玩的 但是说实话 有点点晕 就是那个椅子 转的时候 不知道你们 会不会转 到时候要是转起来 就是大家镇定一点 不要显得好像 我们很没有见过 世面那个样子 下面不要 我 我怎么会呢 我可是见过大 世面的 区区一个转椅子而已 我怎么会 挖呢 只会为我挖 拉倒吧 最好是为我挖了 后面的 我也只要不要用 那望远镜 我觉得是需要的 因为那个 场地贼大 我觉得做第一排 但是如果我要是站在 那个 那个舞台的最后面 可能都要 都要 右往眼睛 focus能拍到正脸吗 那就要看拍的人的技术 给了一些压力 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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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左边 你们的右边 多一些些 拍着拍着 转了 那 你们就会收获 另外一个成人的 半段 focus 你可以拿着 这半段 focus 然后去跟别人 别人 跟那个成人 就是跟别人 换 你们懂吧 跳蚤 市场 突然脑海里 你就在那个 结束之后 你就在那个场馆门口 有没有 杨并一转过去 那半段的 focus 我手上有叉叉叉 那半段的 从某种 意义 就是程度上来说 这也可以算是盲盒了 我刚刚差点 把我游泳头给唱出来了 我要闭嘴了 狠狠闭嘴 明天你们就知道了 好奇心不要这么重 好不好 热不热 磨 有点点鼻音 可能因为我最近 好像有点上火 我的扁桃体 它好像又在 有一些些 不好的 反应 因为最近 因为最近 就是 也不是最近 主要是昨天晚上 没 没咋 睡 叫 昨天晚上 我完成了 我完成了一件大事 我终于把这件大事 给完成了 太感人了 我之前都说过 就是直播荷卡 贺卡 贺卡 Vlog 这都还没有 巡演完呢 我今天早上 把我一打 贺卡 真的 那贺卡 有这么厚 一打 我补完了 我给姐姐 那一瞬间 我觉得自己 哇 那一瞬间 我就是这个世界上 最牛的人 对 就是有一种 补好 补完了 作业一生 轻弄感觉 终于 干嘛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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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在这 尽尽计较了 哈哈 今天的眼妆 好漂亮 随便画的 真的 一个晚上 一直比 一个奇迹 真的 虽然已经很多年 没有 就是 补过 作业了 但是 昨天晚上 我狠狠地感受到了 补作业的感觉 不愿再来一次 总觉得我上一次 不贺卡 还立即在目 而且真的有很多贺卡 我总觉得我写过了 但那个名单上面 就是有 她的ID 倒是没拍照 但是我 数给她看 数给姐姐看 我说 下次 再让我 再 再让我 补我 写过的 和 我就生气 虽然我这句话 一点威胁力都没有 但是 我表达了 我的态度 不不不 就是 我真的 觉得 我甚至都能想到 我甚至都能想起 我给她写了什么话 还是说 我的技 但是 你知道吧 就是 记忆力 这个东西 它可能会骗你 你的大脑 它可能会骗你 对 你 你 我 哎呦高差点又把我用车给唱出来了 吓死我 直播多久了 要下播了再见 问我怎么还不睡 那你先反思一下你自己为什么 这个点看到了我的直播 外卖早就到了 我本来只是想跟你们直播十分钟的 什么什么什么呀 爱你们哟 像个傻子 我这里我还有点傻 谢谢凡指标 送了一碟 谢谢你 握手会见 但这个握手会它在酒店里头 然后它那个地方 就是有一种 婚礼的感觉 那个酒店 咋了 那我穿婚纱 想得美 无语 看到吗 我现在的表情 对呀 十个水推 有九个没中 八个吧 八个吧 八个没中 我的队列里头可能全是带我 鼻鼓 也挺好的 要是 到时候我就 提早下班了 带我也不好找 为什么 那没人 我不就得下班了吗 我总不能去别人的队列 说求你 你好 我叫杨兵怡 你可以来握握我吗 然后 我可能就就是说 就很卑微 我的人设 天哪 如果我是个带握的话 我现在就会接 接 接水推的单 因为全部带握都去握别人了 然后我的队列就不用排队了 这样吧 我开个直播吧 好吧 大家把握手券就是说 折算一下 然后没有中间上 出来握握 开玩笑的 当然不可能有这种操作了 云握手 其实云握手也挺好的 除了有的时候有点bug以外 问我吗 问我啥问题 没有 我带了发膜 有啊 洗发水我可以随便用 有发膜我不能随便用 洗发水它又不能洗干净就好了呗 你和直播没什么区别 除了单独和我说话 能单独和我说话 区别就是很大了 好看吗 我这个发色 我都像紫色 不喜欢它 现在是灯光 所以看起来是粉色 但肉眼看是有点自动 你们想象一下我拳头粉色的样子 我已经想象不出来 我已经想象不出来 好飞鼠流了 想象一下 好了 我真的要下播了 我没有拳头粉 我说的粉是之前那种粉 不是那种粉 棕色 抱抱 抱抱 晚安 拜拜 明天见 后天见 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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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人窒息的拥抱 嘿嘿嘿 宝宝 晚安 你们先关直播吧 你们先挂电话吧 我不要先关 拜拜 关了 我很冷酷无情的 再见